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723集天门 在那梦土宗内,王林也曾散开神识,明知可能性不大 但他还是尝试寻找了一下死宗是否也存在着当年的故人 可却一无所获 带着叹息与对周易和青霜的祝福 王林坐在那海龙身上,离开了梦土宗 向着这东周境内的天周击驰而去 整个东周内,天尊层次的修饰只有数人,并不多见 这天周内,有一宗门名为天门 列为九宗十三门之一 此天门内,有一个天尊老祖 传闻是与罗云海同一带的天交 只不过其修为在天尊境界内止步 曾跟随双子大天尊 只不过后来,此出现了一些变故 他默默地离开,回到了天门内 数万年不曾外出 天周中最强的宗派便是这天门 九宗十三门内也唯有这天门一宗在这天周内 可谓是一方八主 天门与其他宗派不一样 它并非是只有一个山门 而是在整个天周内共有十九个分钟 完全地控制了地周资源 此刻在这天周内,一条巨大的海龙在天地内急驰而走 王林在那海龙头顶,看着下方大地,神色平静 此周之所以被称之为天周 正是因为这里充满了低落的云雾 那云雾本应在九天之间 可在这里,却是因为一些奇异的变化 使得那云雾在地面上似伸手就可抓到一样 如此一来,整个天周如同仙境的同时 也常年笼罩在缥缈的云烟之内 在这天周境内,有无数大山 其中有一座最高之峰 此峰被此周之人称之为天峰 其上白云缭绕 远远一看哪,根本就看不清完整的山体 似那山被云雾遮盖 别有一番奇特 这一日,这天峰之外 海龙的身影在一片波纹扭曲下幻化而出 盘旋在天 巨大的龙木盯着下方山峰 其相当于金尊的修为 在这一瞬间完全地释放出来 笼罩八方 其头顶的云林一身白衣 与白云中仿若仙人 身子向前虚空一步迈去 踏着脚下无尽的白云 一步步走向那天峰之巅 于此峰最顶之处 白雪挨挨中 王林站在那里 背着双手 任由呼啸而来的狂风吹动一头白发 在其身后 那海龙骤然而来 盘旋中啊 头颅抬起 森冷地看着四周 在下王林 请天门老祖与天峰一见 王林神石散开下 一声如万万雷霆 轰鸣的神念 以他所在之地为中心 向着四周更快地扩散开来 化作一声声真实的雷音 轰然而动 转眼就笼罩八方 更是要弥漫半个天州 天州内 天门所有分宗 还有那诸多的 依附于天门存在的宗派内 所有修士 此刻全部心神震动间 听到了这个 如同天威的神念横扫 甚至 就连这天州的云雾 也都在这一瞬间 似崩溃一样 向着四周 随着神念的传开 急速避开 使得亡灵四周 数千万里内 云雾撕裂 天州中 天门主宗之地 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之间 在亡灵神念呼啸而来的一刹那 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 骤然爆发出来 在那气息下 天地色变 云雾翻滚 一个白发老者 穿着粗布麻衣 从天门内一步走出 他站在那里 似天地都颤抖起来 双目露出金光 看向遥远的地方 天风所在 目光一闪 这老者大袖一甩 其身骤然消失 出现之时啊 已然在了那天风之巅 在那波纹扭曲间 这老者身子晃晃 看都不看那山峰上庞大的海龙 而是双目带着威严 直接看向了亡灵 二人之间阻隔千丈虚空 在那老者目光扫来的瞬息 亡灵抬头 双目金光闪烁 与那老者第一次 目光碰触 看似无声 但实际上在亡灵心神内 确实有轰鸣回旋 那老者的目光 如同亿万之针 穿透亡灵的双目 似要刺入他的体内 亡灵身子一阵之下 眼中金光更浓起来 那白发老者 也是全身一阵 在他感受亡灵的目光内 似蕴含了一把金色的剑 此剑弥漫了浓郁至极的先例 更拥有锋利无比的冷冽 甚至 其内还蕴含了一股 如同天威一般的镇压 在传入自己心神后 好似被那金剑呼啸而来 直接刺入体内一样 阁下呼唤瓶道来此 不知何时 那白发老者收回目光 看向王林的神色中 蕴含了凝重 在下出踏天尊之列 想寻道友指点一番 别无他意 王林与这天门无仇 言辞客气 向着那白发老者 一抱拳 那白发老者文言 立刻削了起来 双目腾然间 便有战意弥漫 天尊之间 很少生死交战 但寻常的切磋 还是会有 只不过因在整个先族内 天尊太少 故而能有机会 一战都很少会放弃 尤其是这种切磋 对于彼此都有好处 好 那白发老者身子 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向着天风之上的王林 漠然间大袖一甩 这一甩之下 却见整个天风上的 所有白雪 却是齐齐一阵之间 赫然全部飞起 竟化作了一场雪暴 从各个方向 直奔王林而去 这雪暴内 蕴含了九道神通 此刻呼啸间 带着一丝狂暴 转眼 就将王林身影 淹没在内 王林长笑忠 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 漠然一拳轰去 这一拳间 同样蕴含了九道神通 且是王林九次 同样的一灵印 轰鸣韬天而起 震动了八方天地 雪暴震动 一时之间 崩溃中弥漫四周 将这里的一切 全部遮盖在内 轰鸣之声 在之后的时间里 与此地持续回荡 长笑之音 夹杂在其中 惊天动地 数个时辰后 那无尽的雪花中 王林身子 倒卷后退 在数千丈外 右脚向着大地一踏 占握了身子 道友修为不凡 这一战 让在下获益匪浅 多谢 与此同时啊 那白发老者身子 在另一个方向 同样倒退千丈 这才占了 刚刚踏入天尊之列 就可以把九道神通 融入身体 一拳一脚中 且看你年纪也不大 老夫佩服 二人相互隔着 数千丈 彼此抱拳中 纷纷脸上露出微笑 再来 再来 二人身子一晃 从两个方向 急速临近 轰鸣滔天间 即便是那海龙 也心惊肉跳的 退避开来 看着前方 那雪花遮眼中 两个恐怖的身影 这海龙啊 眨了眨眼 再次后退了一些 此战七天 王林与那白发老者 共交手二十三次 每隔几次 二人都会散开 彼此盘膝中 恢复修为的同时 也在思索 这一战的所得 更是相互之间 也有交谈 这种天尊层次的交战 因不涉及仇怨 故而对于双方 都是极好的修为感悟 王道友 我看你还有一些保留 此战酣畅 你我战力相差不多 不如放开手脚 全力一战如何 在第二十三次交战结束后 那远处盘膝的白发老者 含笑开口 好 王林身子站起 一晃之下 其身体外 赫然出现了五行本源真身 指出一具分身 王林战力顿时暴增 可以与融入十八道神通的天尊修士一战 本源真身 且不是寻常的本源真身 而是多种本源融合而成的真身 那老者双目瞳孔收缩 望着王林的分身 二人同时出手 那白发老者再无保留 爆发出了融入十七道神通的天尊之力 轰鸣回旋中 三天刹那而过 三天后 王林长笑而起 他在那海龙背部 向着远处一闪而去 慕容道友 多谢 那雪花飘落中 白发老者迈步走出 望着王林离去的方向 神色凝重 他应该还没有出全力 以他的修为 不知能闯过几层天尊孽之地 那白发老者直至王林全部消失后 这才转身 一晃而走 我先祖 布了一个天尊修士 此事 需禀告给大天尊 这十天的交战 对他来说 也有很多的感悟 时间一晃 便是五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对于凡间来说 往往是大半生 但对修士而言 大都是一次短暂的闭关而已 但在这五十年 先祖大陆上 却是有一个传说崛起 这个传说流传在东周 南周之间 这个传说中所说的是 一个天尊修士 这修士一身白衣 一头白发 身边跟随一条金尊海龙 他走过两周内 三十多大大小小之州 寻找天尊修士一战 两周的天尊 算上那些 没有被大天尊招揽之辈 还有那些常年闭关 不问世事之人 共有近百之多 尤其是南周境内 天尊修士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东周 毕竟东周啊 在先祖五周中 原本名列第二 但如今呢 随着那双子大天尊 当年转世灵魂 再次分裂后 渐渐成为了天尊 最少的一周 这位白衣天尊 挑战所有同是天尊之修 那一场场交战 一次次的天地轰鸣 使得两周内 各个宗派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于诺云州 占诺云宗天尊老祖 于海洛州 占道德门天尊老祖 于九摩州 占摩天道天尊老祖 于玲珑州 占道一大天尊麾下 杭涛天尊 于山陵州 占五封大天尊麾下 赤封天尊 一次次战斗 一场场的惊天动地 成就了一个传说 造就了一个名字 白发天尊 王林的名字呀 知晓之人不多 在这传闻中 更是不可能散开 于是便根据 种种蛛丝马迹 获得的线索 在知晓王林 有一头白发后 被所有的修士 称之为白发天尊 传闻中啊 这白发天尊 近百次的挑战中 只有二十多次失败 但余下的 却是连连获胜 以这种惊人的战绩 声名赫赫 更是传到了北州 西州 甚至中州之内 几乎所有的 先祖天尊 大都知晓了 有一个不知名字的 白发天尊修士 拥有极强的战力 传闻中啊 这不知名的 白发天尊修士 最后一战 是在南州的 山海州内 与孩子天尊交手 这一战 他失败了 失败之后 十五年内 音信全无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